台湾目前有1000万的劳工和超过50万的外劳 都是用最低工资18780元的规范 但是本劳和外劳的薪资是不是要脱钩 现在政府规划要在自由经济示范区让外劳薪资脱钩 不过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就引发劳团抗议 认为一旦自由经济示范区成立 台湾劳工的失业率会更严重 本劳和外劳基本薪资要不要脱钩 最近成为热门话题 立委在质询行政院长陈冲时意外爆出 政府有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构想 立委关心的是本国劳工薪资和外国劳工 究竟可不可以在自由经济示范区里面脱钩 王主委那在未来的自由经济贸易区外劳本劳脱钩 有没有符合你下台的条件 跟委员报告所有相关于本劳的基本的权益 跟整个国际劳工公约的部分我一定会坚持 劳委会主委王如玄坚持就算是在自由经济示范区 劳工的薪资也不能有差异 不过许多立委认为执行上根本有困难 不止立委反弹 劳工团体也有意见 当雇主能够使用更廉价的外劳的时候 请问国内的劳工的劳动条件会提升吗 请问我们的失业率会不会也增加了 因为这个已经成为雇主降低人事成本的一种手段 劳团认为所谓的自由经济示范区 如果真的让外劳和本国劳工薪资脱钩 将可能导致外劳薪资大幅降低 厂商大量禁用外劳 而导致台湾的失业更严重 因此政府还在研议阶段的自由经济示范区 还没推出就已经争议不断 新谈你是宗伯导